特別說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再來這個開始,繼續上課 那我們剛剛講說最大的重力場來源 我們一般在生活中所體驗的就是所謂的地球嘛,對不對 自由落體,free fall,free fall就是自由落體 那一般來說,我們的定義這個自由落體是歪方向 而且呢,我們先假設這個自由落體呢,它是沒有所謂空氣阻力 這個drake 就是拖曳,阻擋 這個drake,drake from the air,就從空氣給你的拖曳,就是空氣阻力 好,所以呢,我們會這麼寫啊 因為朝下為fu嘛,那加速度是-g 那你受的力是往下fu的,所以fu的mg的mfg 或是fg的mg 那我們一般就這樣子用 那所以呢,假設呢,今天我的部體靜止在桌面上,這邊不會動 那它還是會受到什麼,還是會一樣受到力的作用 不過因此說,它就沒有受力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會把這個重力呢,寫一個向量的形式 就是fg,會寫負的fg,然後它是j方向 那j就是y方向,對不對 那寫負的egj,或者是寫的mg 好,這個你們都很常見的啦 那因此呢,重力就會導致另外一個東西叫做味疼 味疼就是所謂的重量,注意到重量它是利油,味疼 味疼 重量 重量是一種力 重量它是利油 那mass 質量 質量它不是粒油 質量就是質量 兩者是部降的 重量是因為當地所受到的重力場影響 所感受到粒的大小 所以它單位是牛頓 它的方向是指向地心等 指向地心的 所以w就可以寫成mg 這個w相對於對地的所謂的幻性坐標 就是bron的地面 對地的幻性坐標 簡單來講 物體的重量等同於什麼 等同於作用在物體上的重力 所以今天在地球上涼 跟在火星上 跟在這個木星啊 或是太陽 假設給太陽的話 量起來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這是一個證明 很簡單一個證明 假設我今天有個物體 就像蘋果好了 蘋果受到重力的影響 它等到一個加速度 那蘋果呢 自由落體它所受到的淨力呢 是來自於重力 就是它的重量 那因為呢 它的淨力等於自由落體 也等於它的加速度 所以MG跟什麼 跟這個FS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現在給它A等於G 所以我的重力 就等於我的重量 就等於我的MG 所以重量相當於MG 好 這是一個簡單邏輯的一個證明啊 那它就是質量跟重量 它之間的關係 W跟M呢 差一個比例常數叫做G 所以現在不同的星球 你在黑洞旁邊 你可能的W是不一樣的 雖然你這樣是一樣的 對不對 連這個重量都只是不一樣 所以也受到很重 連重量都不一樣 好 那怎麼去量重量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一般量測 量測一個物體 我們會量 用兩種東西來量測 一種東西叫做天平 Balance Balance是平衡的意思 那Balance也是天平 對不對 天平 Balance 天平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大概是一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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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平嘛 另外一種是蹭嘛 對不對 踩房蹭嘛 對不對 你們體重器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這一個這個 這樣東西嘛 對不對 然後你踩上去的時候 就有根針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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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兩整 這兩個東西呢 這兩種 量測 量測 量測的東西呢 量到有特別是什麼呢 天平 天平會量到什麼東西 天平 假設物體放在上面 什麼 一個隨便的物體 然後這兒有卡拉瑪 對不對 那它會長這樣子 對不對 那假設這一些 一公斤的話 那這個東西 你量到它的什麼東西 質量還是重量 你覺得是哪一個呢 比如說質量還是重量 你覺得是哪一個呢 說重量的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是重量 那說質量的呢 為什麼是質量 你們高官有說過嗎 這兩個量起來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有嗎 剛剛客人有沒有說過 這兩個量起來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量起來是什麼 那這個呢 這個假設有一個人 站在上面 我先講這個好了 這是彈簧秤 對不對 彈簧秤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大概概念 現在不一定是彈簧 對不對 彈簧量到的是什麼 FAKX 對不對 我們會定律嘛 對不對 它量到的是力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 這個跟這個哪一個是力 哪一個是力 重量是力嘛 對不對 所以彈簧秤量到的是力 對不對 所以彈簧秤量到的是什麼 重量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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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寫一公斤 對不對 那 它在這根桿子上 所施的力 叫做一公斤重 為什麼叫一公斤重 因為它 受到一個重力嘛 所以它的M 等於1 G 等於9.8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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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給它一公斤重的力 那這裡呢 我要放多少的東西 才能得到一樣一公斤重的力 讓它平衡 假設這兩筆一樣長 這兩筆一樣長的話 那我要放 什麼樣的東西在這上面 才會讓它 平衡 一樣是一公斤嘛 對不對 那一公斤是什麼單位 質量的單位嘛 對吧 對吧 所以 你 你 拿這個天秤 到 不同的星球去量 你都可以用 同一個砲碼 讓它平衡 了解嗎 這個呢 你到不同的星球去量 會發生什麼事情 萬一它的 假裝在黑洞旁邊量 會量起來比較重嘛 在地球旁邊量 會量到比較輕嘛 所以 天秤你拿到碼去量 同一組砲碼 你去量它的什麼 去量這個東西的話 你量到的都是資料 所以它用同一組砲碼就可以了對不對 不會說在黑洞旁這裡要變成 一百公斤 不會 這樣了解意思嗎 因為這兩個 受到的什麼 受到的萬有引力是一樣的 所以 Camping用來量質量 這種彈簧秤系列 用來量 重量 其實它就是量力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 你這個 所以常常有個 你們常常有個題目嘛 很難把彈簧秤放在電體裡頭對不對 你在電力上 電力上升的時候 那個彈簧秤會怎麼樣 變重嘛對不對 電力下降的時候變輕嘛 因為 你怎麼量 都是量力嘛 那 你把這東西放到電梯上面去量量看 你會不會上升的時候放一公斤 結果它就彎一點的 不會嘛 對不對 上升下降 這個Tamping都是一模一樣的啊 這樣了解嗎 齁 什麼 垂直方向運動啊 其實你可以 在浴室啊 火車如果很低的話 你去量重量一樣嘛 重力加速給你的重量是一樣 但是你在電體裡頭就不行 好 剛剛是重力 那電壓轉變叫正向力 Normal force Normal 是什麼意思呢 Normal 一般的指的是 Normal 一個平面的法向量 這個平面 對不對 它的這個法向量叫做Normal 所以我們翻成正向力 正向力 正向力 那其實Normal是指向量的意思啊 看你放在什麼地方啊 Normal 那當然就是 Normal就是它對它有任意量的向量槌子嘛 對不對 好 意思是這樣子 好 所以Normal force 所謂的正向力 好 好 假設我們今天站在什麼東西的表面上 那這個表面呢 會把你推回去 推回去 那推回去這個力就是所謂的正向力 那一個例子來說 這是個桌子 對不對 一個物體呢 它當然會受到重力的影響往下 那正常一個它有往下掉啊 可是桌子支撐著它 那個 支撐著它的這個力呢 就是所謂的正向力 正向力 那中有下 正向力往上伸 所以它會達到靜力平衡 所以畫力圖的時候 上跟下的力是一樣的 所以 Normal 那個Normal force 我們講正向力 我們用FG來表示 那重力呢 通常FG來表示 那兩個 大小小的方向相反 然後它做不在頭部 這樣 然後靜力平衡的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正向力 正向力 好 那 假設今天 今天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物體呢 這個正向力 我們可以這樣寫 今天物體的正向力呢 假設物體受力 你現在不知道它這個 受的正向力 這個大小是多少 的話 那我們假設正向力 應該要至少跟重力一樣 而且可能它加少什麼加速度 對不對 假設有這個物體 有在移動的話 你不知道加速是多少 那我正常來說 我的F orientation M的G加 AY 那重力呢 不管有沒有加速度 它那個力就是一樣的 這樣子 那 所以呢 假設有這樣一個情況下 那 它就問電梯 電梯問題馬上就來啦 假設呢 我的電梯 在這個桌子上 在電梯 如果它用等速度 等速度 往上升 不過就是朝上 等速朝上的時候呢 那 它的正向力 會增加減少 會不變 朝上的話 等速度 等速度應該不變 對不對 那朝上加速度呢 因為你會感受 向下的力變大 所以它自身力就要變大 所以它就會增加 OK 好 那這是所謂的正向力 正向力 好 那第三個呢 這種力呢 我們剛才講 一個Force 特別的力 還包含什麼 就是所謂的摩擦力 這個Fraction of Force 或是直接稱成Fraction 那這個摩擦力呢 什麼是摩擦力呢 簡單講 就是物體呢 它會產生一個力 跟它這個接觸的裡面 產生一個力 用來怎麼樣 用來抵抗它 移動傾向的一種力 就是所謂的摩擦力 它滑動 slide是滑動的意思 簡單往前滑動的話呢 那我這個摩擦力 一般我用小來塗 去抵抗它 好 那這個力的方向呢 會平行於平躍的這個方向 然後跟你要移動的方向 intent 就是移動的趨勢的方向 怎樣 Force也是所謂的反方向 好 那這是 這個摩擦力 後面會細講 這些力 等下後面全部都會細講 好 第四個呢 就是所謂Tension Force 張力 張力其實你們是 很多同學 最容易搞不清楚的 一條繩子 繩子 你把它拉緊的時候呢 它會有個張力 那你在這個點去看的時候呢 你可能是往這邊 你可能是往這邊 對不對 那你在繩子的末關的時候呢 你就感受到張力是往這邊 那這一關呢 感受到張力是往這邊 那你就會有個問題 那到底張力是朝哪一邊啊 那其實張力 其實張力 它是一個高階力 什麼叫高階力呢 它其實需要用張量來表示 你們現在還是有學到 要用張量來表示 基本上你需要用全正來表示 A V C D 好 那沒有關係 那個以後你們一定會學到 同學一定會學到這種東西 那基本上張力 張力 你在 學到繩子的兩關的時候 你感受到的力就是 怎麼樣 從你的尾端 往繩子 繩子比較多的地方 指向 對不對 所以這邊看到張力是往這邊 這邊看到張力是往這邊 那中間呢 你要感受到其實左邊跟右邊 對不對 那因為你要感受到左邊跟右邊 才會平衡啊 不然你繩子會移動對不對 左邊有拉 你右邊拉 不然你如果感受到力 一個方向你就會移動啊 對不對 現在那邊你會感受到兩邊都有 那原因是因為那種的 要漲量 那現在沒有學到沒有關係 反正到時候 我們要遇到題目的時候 才是一緊事 所以一個繩子 對一個物體拉緊 接在一個物體上面 然後把它拉拉 那它就會導致一個東西叫張力 那這個張力呢 講這個繩子被拉緊的話 就是under tension 就是被把拉緊的 那我們用的符號就是聽 用聽來講示 那通常我們在期中考前 你們遇到的繩子呢 都是messless 就是沒有質量的 當作沒有質量的 unstretchable 不可拉伸的 strache是拉伸的意思 unstretchable就是不可拉伸的 繩子 期中考之後 繩子就會有質量 期中考前 繩子沒有質量 滑輪也不會有質量 還會有轉動慣量 然後呢 平面就會有摩擦力 什麼奇怪的東西就來了 那你越來越接近真實的世界 好不好 這個我跟前往前都是講示 都沒有的 只有受張力而已 ok 好 所以呢 基本上 好 這個我跟前往前都是講示 講過就不說了 好 那比如說像這個 你去拉這個繩子 你感受到張力是往這邊 最多也要說 你感受到張力是往這邊 對不對 即便通過滑輪 只是滑輪 定滑輪只是轉方向 對不對 朝上 朝右 對不對 那這邊呢 我這樣去拉它對不對 我感受到張力朝上 這邊感受到張力朝上 好啦 那 這特別的問題 如荼 我去拉這個東西 假設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這邊所施的重量 是七十五牛頓 對不對 那它會下面幾個 讓它往上移動的狀況下 那我所感受到的力 會大於小於 或是等於七十五牛頓 那第一個狀況是 讓它等速上升 所以我拉力還是七十五牛頓 對不對 第二個 加速上升 表示我的力 要大於七十五牛頓才會加速 對不對 然後呢 減速上升 表示我的力 小於七十五牛頓 所以它怎麼樣 會慢慢減速 好 好 這個應該說沒有什麼問題 好 再來 再來 就是我們的牛頓定律 怎麼應用 怎麼應用 那牛頓定律底頭呢 還有第三個定律 第一個定律講的呢 其實主要講 慣性作標 牛頓定律適用的範圍 跟慣性作標有關 牛頓第二定律 解釋了物體 它的加速度 跟力的關係 那牛頓第三定律呢 它告訴你什麼呢 它說 講這兩個物體呢 它彼此之間有交互作用的話呢 那它彼此之間交通的力呢 會怎麼樣呢 大小相反 大小相等 然後方向相反 那就是 作用力 永遠是成對產生的 那這個後面 你們就會學到 其實它就是 動量手橫的 一個表現 你還沒有學到動量嘛 對不對 後面發現這其實就是 動量手橫的一個表現 它物體 會受到一個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個力作用 好 這我們一般也所稱叫做 所謂的環作用定律嘛 對不對 好 你就說講的 那兩個物體 我壓桌子 桌子呢 也會給我相反的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但是我壓桌子的力 是我力適用在桌子上 桌子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 是撕在我手上 所以兩者是怎麼樣 作用在不同的物體上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作用力反而用力 對次是這樣 量子是相等的 方向是相反的 但是作用的物體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第三定律呢 也就是第三定律講的 有作用力是成對的產生 你也不會說有不成對的力產生 好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這個課本這個例子很奇怪 那說這有一個這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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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哈密瓜 那個水果是哈密瓜 大部分的物體都很喜歡用蘋果 對不對 這個用哈密瓜 這個哈密瓜在桌子上 桌子上在地球上 所以呢 然後呢 西 天堂就是 這個哈密瓜呢 哈密瓜 施立在桌子上 然後呢 地球呢 西1 西就是哈密瓜 1就是2是地球 地球 給哈密瓜一個系列朝下 那哈密瓜呢 受到桌子的力朝上支撐他 那 這個呢 歷史成對產生 那這歷史成對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首先我們先看 哈密瓜受地球力系 地球也被哈密瓜給吸引 然後呢 第二個 哈密瓜 作用在桌子上 桌子也作用在哈密瓜上面 所以這兩對合起來就變成這樣子 就達到經濟平衡 那這是 作用力與海作用力的 一個例子 好 所以呢 這個作用力呢 它總是成對產生 那方向相反 好 那在這裡 就說這叫做哈密瓜桌子的交互作用 對不對 好 Pantalum Table Interaction 好 就是FCT累褲的MPC 好 好 這個很簡單啊 所以我們很快就 跳過去啦 好 但是問題一樣 其實跟他問題是一模一樣 就是把你哈密瓜跟桌子 放在電梯裡頭 對不對 好 那假設電梯呢 我們把他加速上升的話 好 他問FTC跟FCT TC就是桌子對哈密瓜 CT就是哈密瓜對桌子 好 那他現在假設我加速上升的話 那 TC跟CT 他的這個力會 增加減少或是一樣 加速上升的話 那他會感受到重力更多 對不對 那桌子也要重量更多 對不對 他會增加 那 B 那 假設今天這個 方向跟量值是怎麼樣 這一對的力的方向 跟量值呢 方向是相反 然後量值是不是一樣 當然是 那 第三個 他問 那 C1跟17 就是地球對哈密瓜 也哈密瓜對地球的力 會增加減少或相等 那 那 因為呢 這個 往上移動 看我們的答案是因為 假設我的哈密瓜 移動得非常遠 他說 地球對它的力會越來越小 因為 萬有一定的距離 怎麼樣 變小 那一般我們講的尺度是 不太變嘛 對不對 變小的很慢 變小的很慢 那一樣方向是相反的 好 這個應該還好 沒什麼問題 那再來哈 這個哈 那這 這個問題呢 應該是第一次出現 可能在你們國中 有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兩個東西綁在一起 有沒有 然後質量大M跟小M 然後呢 經過一個定滑溫 就是沒有摩擦力的表面 沒有摩擦力 沒有摩擦力 那要你去計算什麼呢 計算它的加速度 對不對 喔 你們開始做服務實驗了嗎 還沒 還沒什麼時候要開始做 你們第一次要做實驗是什麼時候 開始知道是不是 還以為沒有服務實驗是不是 還以為沒有服務實驗是不是 還以為沒有服務實驗 算了 好 就算了 因為有些C把實驗課拿掉了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好 我不知道連毒氣拿掉了 好 OK 那有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這個實驗 好 那一個實驗是把上面的質量 慢慢的都拿到下面去 好 有這兩個實驗啦 那沒有做過也沒關係啦 但是這個至少你都算過這個題目嘛 對不對 應該會啦 應該會啦 好 假設今天 其實我的大N是3.3公斤 畫一下喔 下面是小N對不對 下面是小N 那是大N 這個滑輪 然後上面是3.3公斤 下面是2.1公斤 那大家知道它受到重力朝向了對不對 好 那通常這個題目怎麼解呢 這是沒有摩擦力的對不對 沒有摩擦力的嘛 那這個題目你明天會怎麼解 要怎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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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成2塊嘛對不對 第一塊是什麼呢 在這裡頭 可以說它有朝上一個張力T嘛對不對 那這個呢 有一個刷一個張力T嘛 對吧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它移動的時候呢 它算是刷一個向下G的力 但是它不會真用G的力往下走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東西呢 它往前移動呢 它有加速度是A 對不對 G 就是A 那它是要張力T 這裡有時候要一個張力T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剛剛怎麼做 會成水瓶跟垂直 水瓶跟垂直嘛對不對 好 那水瓶跟垂直怎麼來看這些事情呢 我們來看喔 好 首先喔 首先喔 我們把它的這個力圖畫出來 對於下面的 下面應該是這個 下面應該是這個 這是掛在這邊的木塊 它朝下受到一個重力的影響 可是它實際上的加速只有A 那朝上呢 則是有一個張力T 那 水瓶的這一邊呢 這滑動的木塊 它質量是大F 它朝下當然還是有重力 但是朝上有正向 所以這兩個呢 底下把它維持在平面上 那朝前的張力T 它產生一個加速度A 好 那我們現在要 考慮這個問題就是 假設第一個 我這個線呢 是沒有質量的 線是沒有質量的 然後呢 滑輪呢 滑輪也是沒有質量的 那 我們接下來的問題 我們就根據地圖來做計算啊 那我們用牛頓定律 我們有兩條方式 水瓶的一條 錘子的一條 好 那怎麼做呢 怎麼做呢 你會怎麼做 雖然說這個 馬上公式解就是要答案了對不對 怎麼做 如果要列兩條式子的話 好 第一個 對於滑動的木塊來說 它產生加速水瓶方向 它產生加速度的來源 是完全來進行張力嘛對不對 所以呢 它的加速度 它的質量乘上加速度 就完全要給你張力 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 你剪輪你禮物的時候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還可以這樣想 假設完全沒有張力 就應該要完全沒有加速度 對不對 所以這個式子看起來是合理的 好 這水瓶方向 好 垂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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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產生加速度的MA 這MA 它的來源是來源 來源是哪裡 雖然朝下有一個重力 對不對 朝上有一個張力 所以呢 我產生的加速度 為什麼是負M 因為它繼續往下掉 往下是負的 這個負要注意 往下掉 我們假設要往下掉 因為那個方塊一開始靜止 它不會突然往這邊縮把它折上去 對不對 它應該是會往前以後 所以它會往下掉 往下掉方向是負的 所以呢 我的張力 往上的張力 偷要往下的重力 就會得到什麼 往下的加速度 所以 往下加速度 並沒有像G這麼快 所以只會寫負MA 好 所以這兩個字就寫完啦 那最後就把它帶進去 這個帶進去 這裡頭去 就可以解 對不對 所以大MA 減掉 小MG 就等於負MA 所以要解A的話呢 這裡 這裡要寫嗎 要寫一下好了 T等於 MA 然後T減掉 MG 等於負MA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MA 減MG 等於負MA A 所以我們把它 以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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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求什麼 我們要求A嘛對不對 所以M加M A等於MG 所以A等於大M加小M分之小MG 好 這就讓你解就可以了 好 這應該是國中的題目嘛對不對 欸 國中應該是算這個題目吧 還是國中只有FMA 這個 我脱衣活動太久 對不對 進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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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 假裝專業一點對不對 假裝一下 對不對 這叫做 水瓶 對不對 這叫做 錘子 然後這是 一代入二 OK 好 假裝專業一下好不好 好 對呀 T 忘了寫T 所以T會等於什麼 把它乘回去 所以T 就等於M A 就等於M 乘上 小M分之大M加小M G 把它寫上去 鬥掉了 那所以在達MG之後呢 我就不算了 就等到加速度 3.8 MS0 那 如果換到牛頓 這個張力應該是多少呢 他這樣子 兩個H 他的話 他會感受到 相當於13.0的能力 13.0的能力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應該沒有 那當然做問題題目的時候 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 你這樣的一個劣勢 跟這樣的答案 到底合不合理呢 你還是可以做檢驗 雖然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那我們用這個範例要講的 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假設我解釋答案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這樣合不合理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假設今天你放的地方 完全沒有萬有引力的話 也就是G等於0的話 G等於0代表的是 A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有質量 G等於A就給0 所以假設你今天 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的萬有引力 他就不會好像啊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不會有加速M合理 合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種情況 在假設 假設幾種極端的情況 假設今天 比如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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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的質量為0的話 M的質量為0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應該是 自由落體嘛 對不對 如果M為0的話 看來這裡是自由落體 M為0 小M去小M 的確 加速度是什麼 就是G 就是他自由落體 OK 這也沒有問題 好 那張力呢 張力就會就是0 因為為什麼 M就是0 張力就是0 對也不會有張力 對因為 大M就是0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 極限的檢驗法 去檢驗你算出來的東西 合不合理 對不對 就先不要帶數值 就這樣檢驗出來 如果合理的話 就OK的 所以比如說 或者A小1G 是不是A一定要小1G 第一個答案答案要不要小1G 第二個張力有沒有小1G 那檢驗MG-0 M-0 或是S-5 大小1G 無重大 之類的 都可以幫助你 看看你算出來的答案 對不對 好 那第五張的這個 最後面 要講到的是什麼 那講到的是 這個RAMP 這個斜坡 RiMP 這個斜坡 講到斜坡 如果分析這種題目的話 這個其實也都很會了 這扣的就是線 加個線往上拉 那斜坡上我們畫的 力圖會怎麼畫 朝下有重力 斜坡 垂直於斜坡 有個正向力 朝下有張力 對不對 那我們去計算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把這個重力 你會分成兩塊 一塊是怎麼樣 平行於斜坡的 對不對 一塊是垂直於斜坡的 那平行於斜坡 你跟張力去做抵銷 垂直於斜坡 就跟你的正向力做抵銷 好 那麼後續如果這個一定有摩擦力的話 你還要去把那個正向力對應的摩擦力 或者是後續你還想要力矩 跟力矩的關係打算出來 那你就會去擠這個題目了 好 那這個應該都學過了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好 那這是第五章 第五章 那一樣的題目你們上去看 跟你們看 這個題號可能是不對的 好不好 好